小火 大火 很棒 真是暖粒粒的食譜 大家好 歡迎收看妈妈煮果 秋风起 吃辣味 又是吃辣味的季节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家常的煲仔菜 就是 椰浆香糊 蠟鸭煲 想知道有什么材料 一齐看看吧 蠟鸭腿 230克 蠟鸭腿 首先要看它有干渣 肉要鲜红色 不要太过暗红色 不要太新鲜 要拿一只蠟鸭腿 聞一聞 看看有没有油液味 如果有油液味就不要买了 你闻到新鲜蠟鸭腿 应该有蠟鸭香味 蠟鸭腿 600克 切开出来 里面有紫色的根 会更粉 切开芋头 刀会黏住 刀面有些粉 有些粉黏在刀面 就证明芋头是粉 蝦干8只 25克 如何处理 洗干净 药膜浸浸10分钟 让它比较软 才会用 蝦背 有些蝦腸 我们会挑走 否刀面有些沙 配料有 干葱碎30克 蒜蓉30克 薑片 拍松 糖芹 洗干净 要么是1串2串 西红椒 要么是10克 如果食得辣 可以给红椒仔 调味料有 椰浆80克 花奶20克 糖8克 绍兴酒10克 得芋露10克 蚝油5克 还有240毫升清水 我们一起做 把鸡腿洗一洗 因为外面有些灰塵 黏在鸡腿上 洗干净 一会儿用来出水 预备半煲水 凍水 等水滚 来煮 煮10分钟 煮酒 煮咸味 芋头 最好是带手套 去批皮 不然手濕 批皮 会令到手很痕 但是 如果切了芋头皮 令到手痕 也有方法可以止痕 就是在炉火面 当然不是放在手上 在炉火的火面 在火面 当然是离开少少 用手背下背下 便会止痕 煮到手 煮一些更好 如果是重 怕水分过多 芋头煮起来就不够粉 削干净 我们就可以切削 削好的芋头 用清水洗干净 吸干水分 可以切削 不要切太细 如果是粉 芋头一边煮一边 会融 所以切大一点 切片之后 把它切开 每件都 有没有那么大件 煮一下 它一融就会细小一点 辣腿已经煮了10分钟 然后把它拿上来 让它放冰 让它放冰 才来切片 轻轻煎一煎 糊头 作用就是等一会 炖起来的糊头 才不会那么快溶 油热 将糊头放入 轻轻煎 四面都有些焦黄色 辣腿 放冰 如果不放冰 炖起来会散 把它放冰 15分钟左右 在中间一开二 然后再切开 再切开 刚才是这样 切开一件 一汤匙油 虾干呢 始终是海鲜 要爆一爆才会香 和可以辟除腥味 放约40秒左右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不要爆得太干 加多一点油 2茶匙 我们要爆些姜葱蒜 用中果 把姜的香味 放入干葱头 大约10秒左右 你都会闻到有干葱头的香味 我们就可以 现在就放些蒜头 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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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热 蒜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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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头 比较热 比较热 爆出蒜头 好 现在呢 闻到很香的 料头味 我们就可以放 切好的 辣椒 放一爆 可以 把蒜头 放入 现在我们可以 倒入 煎好的 芋头 中火 放入 放入 少许糖 让它和 味 因为这些鸭腿是咸的 虽然是 把咸味煮出 但是也要放入 少许糖 水 浸过 芋头 太少水 炆不出味 水够的时候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 炆8分钟 现在是滚了 我们收回中小火 炆8分钟 用牙签 或者筷子 看看芋头 熟了 煮了8分钟 水分都很干 我们用牙签 多一粒 最大一粒 多一粒 一粒 一粒 就已经熟了 想用多汁的时候 加多一点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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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 不用那么干 我们可以放 虾干 加入椰子 现在我们将椰子 加入椰子 加入花奶 如果不要放花奶 也可以 就加入少许椰姜 再试一试 味道 如果是够咸 就不用加鱿鱿 魚露不用加了 因為味道足夠 用淋飯一流 蓋蓋蓋多煮一分鐘 讓蝦乾出味 一分鐘 椰漿味很香 現在放入鍋子 是不是想吃呢 醬汁看到漏水 很香的芋頭味 過了鍋子後煮熱 用中火千萬不要煮焦 現在灑芹菜在上面 蓋蓋蓋約30秒 火千萬不要太大 好漂亮 椰漿香芋辣鍋 完成了 裝飾一下 關火了 又是開心吃時間 看到已經流了水 聞到很香 很粉 非常美味 芋頭很粉 加上椰漿 配芋頭很搭 配芋頭很搭 鴨腿很夠燙 鴨腿很夠燙 不會太鹹 而且不會太鹹 因為我早已煮鹹味 先炆芋頭 味道很香 還有我配的黑乾 黑乾 黑乾很漂亮 很棒 很棒 這個煲 只可以用一個形容詞 就是很棒 如果大家想知道 這個煲仔菜很棒 記得和家人分享一下 這個真是暖粒粒的食譜 如果喜歡我今天介紹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頻道裡也有幾款煲仔菜 也歡迎大家上去瀏覽一下 有糖水、湯水、家庭小菜、菜菜 粥粉麵飯 還有點心食譜 叉燒包、黑餃燒賣 總之你們上去搜尋一下 就可以看到你們心愛的食譜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下次見 拜拜